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 但它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之一就是温度 热胀冷缩大家都知道吧 温度升高体积变大 根据RodeM出一V 物体质量不变体积变大 所以密度就减小了 空气就是这样 加热后中间的空气温度升高 密度就变小 于是就上升了 那原来的地方不就空出来了吗 没事周围的冷空气会跑过来补充 这就形成了风 风车就转起来了 不过也有一些奇葩的物质 并不是热胀冷缩 比如水在0到4摄氏度的范围内 会出现反常膨胀 也就是说温度升高体积反而会减小 不过当温度超过4摄氏度时 水就变成正常的热上冷缩了 那水的密度什么时候最大呢 我们发现如果往这边走 体积会变大 往这边走体积也会变大 所以4摄氏度的时候 水的体积是最小 密度就是最大的了 这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性质 在冬天的时候冰封万里 但是水里的小花小草小动物 为什么不会被痘死呢 湖水的上面非常冷 温度下降到了0摄氏度 不过由于反常膨胀 0摄氏度时水的密度反而会变小 所以它就一直浮在水面上了 水里的温度呢 就是4摄氏度 它的密度最大 所以就沉在最底下 这你可没想到吧 简单来说 温度能使物体密度发生改变 你学坏了吗 呵呵 呵呵 感谢观看